他們的餐點跟外面的餐廳真的是有得比 我聞到最重的就是這個水蓮 它的味道很重然後很好吃 它的胡麻醬是直接滿出來的那種 哇 媽 Oh no! Oh no! 今天的雨也太大了吧 我們今天要去喜憨鵝的日式料理吃到飽 它旁邊就有停車味了 還滿幸運的 所以這應該也算是一種小確幸 它總共有分四張首先有壽司、熱炒、湯類、燒烤、洋物、冷食和甜點 這樣滿多的耶 我覺得真的滿多 它說一張的話可以點十份為主 然後旁邊的飲料都是自取的可以吃到飽 那我們現在先點菜好了 好啊 我要先點燒烤類的 它有炸物耶 先來個脆皮薯條 炸物先來個幾串好了 開啟模式 好啦剛才外面真的是下大雨 我們進來之後呢 其實一開始看到的就是他們的麵包工坊 那另外還有個空間 就是屬於我們的吃到飽系列 旁邊然後一些飲料機 有可樂的罐裝 還有雪碧罐裝 我們剛剛點了超多的 而且它每個賣相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對 其實我真的完全不會想像說這個是喜憨鵝的餐廳 他們的餐點跟外面的餐廳真的是有得比 而且其實我剛剛吃這個 它細節也是有顧到 那個海苔是硬的 然後它的蝦軟給了非常的多 那我們點了這個叫做蝦軟手捲 那另外呢我們還有點一些炸物 它的那個酥炸肥上真的一大盤 我覺得這樣子很划算 對啊 因為你可以吃到超多種大概四張單子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不同的炸物 或者是烤物那些的 而且你看我們就點這樣子 我們就稍微畫個兩次 就變那麼大盤 這有點像是燒烤拼盤啦 它其實蠻白的耶 對其實它旁邊沒有附醬汁啦 不過我覺得它沒關係 因為它旁邊的這一款 臥壽司味道還蠻濃郁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臥壽司 因為有時候他們送餐的人有會比較害羞 那飯有就會走掉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點這個 不過來了就吃 這有點像壽喜燒的味道 它的味道就很重 搭配你剛才那個糖心蛋 我會覺得比較剛好 可以唷 這個酥炸肥腸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稍微多了一點點 但是有點像餅乾耶 我覺得很下酒 是脆脆的那種感覺 你們聽喔 你們看他們上面包的雖然沒有很好看 但是你就會覺得很溫馨的感覺 如果在這種餐廳會覺得很可愛 他們做什麼事情我都覺得很可愛 就是這種感覺 溫馨感 那這個味道跟剛才壽喜燒有點類似嗎 滿像的 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吃這個 燒烤拼盤超多的耶 我們現在吃到的香菇 它其實裡面還是會保有水分 但是它那個外面的醬汁味道還蠻濃郁的 可能重口味的人 可能要跟他說一下 現在味道要淡一點點 我覺得剛那兩個吃起來有點鹹 所以味道偏重 連吃的話啦 連續 combo就有點鹹了 沒關係我們有飲料 它的薄皮辣椒雞肉本身 雞肉是沒有薄皮辣椒味 因為它是額外串在上面的 所以可能要吃到這個才會有薄皮辣椒感 因為我們之前吃那種薄皮辣椒牛肉 它薄皮辣椒是卷在裡面的 但是它本身的雞肉也不會太乾 這也可以 最後的吧 這是牛肉串 這也是我點的 它本來有骰子牛可以選 那我想說吃個牛肉串 我以為是那種牛肉包黃瓜或者是包蔬菜的 結果沒想到是一整個牛肉 然後它這個牛肉的樣子就很像山上巧服牛肉麵的那個感覺 整體而言我這樣全部吃完它都是不會太乾 然後它上面的醬料感覺都是額外刷上去 可能要調整口味再跟他們說 他們這裡其實還有賣一些烏龍麵啊日式炒麵 我可以點一些正餐來吃吃看 然後很快就飽了 對 我們那時候會發現這間店是因為有支影片啊 他們有個留言 他會說 你們去開箱喜漢的餐廳啦 之類的 就是他們有打到喜漢的餐廳 所以我就想說他可能是在罵人 不然我搜尋看看 還真的有 而且南部有一間 我們現在這間在新竹嘛 我覺得評論都還不錯 只是有個評論就說 他覺得這裡真的很棒 但是缺點就是太少人看到了 嗯沒錯 那我們就毅然決然直接殺上來 你剛才說的那個喜漢的餐廳感覺在罵人 這也是請負點想要反駁 因為你要覺得它是罵人才是罵人 不然喜漢的它其實就是一個名稱 你很成熟耶 看你決定市集的角度啊 不過幸好你還有去查耶 因為我是沒有看到那一則留言 對啊 終於都有我在回答 不一定吧 所以我覺得很高興我可以看到這間店 因為你昨天就突然跟我說 你去查查看有沒有這間店 然後我就立刻查就發現 欸竟然真的有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原本的事情排開 就直接重來這邊 因為我們真的蠻想看看說 這麼特別的吃到飽 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這也是還蠻平價的 只要389平日耶 在外面真的還蠻少見這種價格 我覺得可以就是來看一下這一席 他們的工作情形啊 然後給他們一些鼓勵和成就感 我覺得還不錯 以前我們的印象都是 他們只會賣麵包 他們現在連日資料也都會做 沒有其他的也會做一些鞋子啊 幹嘛啦 麥子那些的 社會上現在有越來越多 這種機構可以一起協助他們 我覺得真的很棒 當然就可以趕快來用餐 他們就會獲得更多成就感 因為他們在服務的過程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老饕要來的話 你們可能就是要想一下 這是重點 這種東西 你的意思就是沒有到很頂級 吃起來的感覺 但是至少 就是加腸胃啦 它不難吃喔 嗯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第二回合已經選好了 我選了很多熱炒類 大概有選一些蔬菜還有炒麵 湯的話我想說還是再下一個軟 不然我怕真的是太容易飽 黃金泡菜感覺可以中和一下味道 還有壽司就是玉米均建 接下來還有阿寬想要吃的糖羊炸雞 然後我們點完之後就要拿去櫃檯給他們 然後我們就會手肘這樣子 不然妳拿出來 剛才是我拿換妳的 沒有妳帶著大家一起拿 好 交給妳囉 只會吃還會做什麼 順便讓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樣子 看這裡是冰棒 它冰棒很酷喔 是那種古早味的冰棒 沒有包裝的然後是一大袋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飲料機 咖啡機 前面其實廣場很大 謝謝 然後這裡就是他們的麵包區 那其實還蠻便宜的我等一下應該買一個走 看起來很好吃耶 我覺得這裡很棒 好喜歡這裡喔 謝謝 沒有 好 謝謝 這個麻煩妳 謝謝 這個有點大 他剛剛給我們吃拿這個嗎 對啊 很猛耶 哇辛苦辛苦 我們第二回合已經好了 其實我一開始來 我聞到最重的就是這個水蓮 那味道很重然後很好吃 對然後再來就是絲瓜 那我剛剛吃絲瓜的話 自己吃起來是比較清淡 然後我們還有點糖羊雞 這我剛剛吃一塊了 我覺得他的糖羊雞有點像是 我們去那個全聯買的那種 然後他有幫我們做一些油炸 然後大河壽司就是這個 其實我吃壽司都最會吃一個大河壽司的 絲連的味道跟我們比較合 然後絲瓜的話就是真的屬於比較清爽一點點 他就可以跟您剛才那個壽司的 然後在一起吃 他晚上都都同一種醬就對了 這個醬料味道也挺重的喔 就是剛剛一模一樣 這是烏龍麵 而且一大碗 對來這裡還有主餐可以吃耶 他好像不只你這種口味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菜單 然後他有分顏色 烏龍麵然後炒麵 我點的是烏龍麵 等一下來喝個味噌湯好了 我居然還覺得烏龍麵 味道一樣就是蠻重的 可是我覺得他分量很大 所以兩個人吃會比較剛好 一個人吃完這個應該會不行 你可能就吃不下其他東西 對 然後其他裡面的肉啊其實蠻多的耶 大概有三塊左右喔 我覺得這個OK啊 這還不錯 那妳的黃金泡菜要不要吃一下 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吃黃金泡菜 所以可能不太足 但是我覺得就是吃那些 一些比較鹹的東西 或是比較淡的那些 我幫我解一下 用這個然後再稍微平衡一下 再喝光可樂 然後再繼續 那這樣其實他們的配側 好像有色祥對不對 就是可以喝可樂 那他們我還有看到綠茶 就是比較清淡的飲料也有 然後我現在來吃這個 玉米壽司青菜系列的 真的耶 養生起來喔 還沒好那個秋葵耶 秋葵是好吃的啊 因為它那個滿滿的胡麻醬 你看它的胡麻醬是直接 滿出來那種 給很多耶 我覺得這間餐廳就是做的料理 就是不怕你吃 尤其是我們剛才那個燒烤啦 我剛才不是說為什麼給兩個 它是內建就兩串 對它上面其實有一些 還好我沒有畫兩條 不然就來四串 你們就真的吃到嚇到人 真的吃到嚇到耶 剛才送餐的時候啊 其實那個店員他們有說 給你們請慢用 對 有一些會講啊 有一些就會比較害羞 害羞的就不會說 不過沒關係 因為他們就真的很可愛 然後這間店的時間呢 是到兩點 現在是一點三十八了 我們現在趕快把桌上的東西吃一吃 如果我們全部吃完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來點第三回合 它的用餐時間是一百分鐘 喔 這麼久喔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百分鐘 一個小時又四十分耶 不過我們今天 本來就不是自在跟大家說 這個有多好吃 然後講了多厲害 只是想要把他們這間店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吃吃看 宣傳出去 你超現的 你不是很喜歡我的攪拌 但是我這樣沒位子放啊 沒關係 你放我這邊啊 他說我這樣子 這樣子加拌是不是 對 現在1點55分 我們好像沒辦法點第三輪了 沒關係 他剛才1點50分 有特別來講說 要最後加點的 所以我們最後剛才說應該不用 我們等一下決定 去買一下麵包 來看一下他們在裡面 麵包會賣什麼 你不是說這裡需要一點 Music 對 好像有點太安靜了 完全沒有音樂 感覺他們可以放一點青Rip 還是他們有主題曲 Happy的那種 Happy的對 這樣子會比較有豐富的感覺 比較有趣啦 但是現在的話就是 只剩你我的呼吸聲 你我的喘息啊 而且你們看我們旁邊就是 廚房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 其他人就是在裡面走來走去 在工作 另外想跟大家說 他們是我們遇過史上 最後會收盤子的一群 那阿寬最喜歡了 因為他不能接受 桌上一直有東西 但是他就是超級即食 他們就是吃完馬上來 吃完馬上來啊 有時候還不一定 我們沒有吃完 然後會這樣走過來看一下 然後再回去 他們會尋著 會一直尋一直尋啊 就是正常來說 可能有些餐廳也會尋 但是他們尋的就是 你會發現 對 而且它會疊得很高 它可能會來收 對 他們是一個一個收 一個一個收 我現在把那個絲瓜 加上我的炒麵合在一起 我覺得味道會比較剛好 沒錯 我現在也剩下糖漿雞 跟大腸而已 這大腸的話 我自己覺得好吃啦 但是Ryu也喜歡那種滷的 餅乾口感 我很喜歡 感覺可以再稍微吃一點點 不要 這樣完美 我們最後結帳金額是 778塊錢加10%服務費 總共呢就是856塊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現在我們要來選麵包吃了 我想要買菠蘿 他們這些的麵包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而且我們發現一個 就是我們吃完的時候 他們很像在整理桌子 他們準備要做麵包了 就是有拿一些計時器出來 對 所以我們趕快離開 那我要吃什麼咧 這裡還有很多禮盒耶 無懼的愛 你看他們的產地很酷 產地就是這個地方 最後我們選擇了這兩樣 他們現在要開始做麵包 休息時間 那他們怎麼會拿計時器 因為他們只有100分鐘休息時間 喔 這麼可愛 因為我們剛剛詢問店員才發現 他們不是要做麵包啦 他們是要休息啦 對 然後他們休息有個時間 所以他們會拿計時器去計時 我們手上的這個麵包 就是他們有一個自己的工廠 然後他們是從工廠做完之後配送過來的 沒錯 真的很棒耶 今天這樣子體驗下來呢 食物的部分老實說 沒有特別特別的經驗 所以呢我覺得 如果你們真的是很要求說 食物一定要多好吃 那你們可以考慮一下要不要來 但是如果你不是抱持這種心情 你就是想要假抽吧 或是想要支持他們的話 你們就一定可以啦 非常的歡迎 沒錯 它的價錢都很評價 然後領項選擇也很多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追蹤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班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我們說我們下班 我們看到沒有 那麼多有趣的情報 我們說吧 來人香港